各位建设工程教育网的考生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网校学习 今天我们继续2021年一级倒价工程师建设工程计价教材经讲班 共同进入第四章建设项目八成包阶段合同价款的约定 很多同学最近都跟我反馈说老师随着知识点越学越多 我前面都忘记了该怎么办呢 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两个字重复 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 那在本章要和同学们分享的鸡汤是 不是井里没有水而是你挖的不够深 让我们悄悄的努力然后惊艳所有人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第四章要学习的内容 一共包括四节 前三节都是针对施工任务发承包 是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来签订施工合同 那施工单位怎么确定呢 我们主要讲通过招投标的方式来确定施工单位 那站在招标人的角度 招标人需要编制招标工程案清单 最高投标限价投标人需要编制投标报价和投标文件 通过招投标确定了中标人 那第三节我们再来讲中标价以及合同价款的约定 第四节介绍了两方面内容 一个是工程总承包 另外是国际工程合同价款的约定 工程总承包 它是指建设单位将这个工程的勘察设计采购施工事运行 部分和全部交给一个工程总承包单位来完成 它和前三节的内容不一样 前三节我们讲的合同内容针对的仅仅是施工任务 而总包不仅要考虑施工 还会包括勘察设计 还有可能包括物资的采购 所以注意这四节我们所学习内容之间的关系 来看一下分值情况18分 单项选择题12个题目 多项选择题3个题目6分 一共是15个题目18分 下面我们来介绍第四章变动情况的说明 第一个是全书当中都将招标控制价 改为最高投标限价了 原来呢两个名称在我们教材当中是并存的 那有的地方说招标控制价 有的是最高投标限价 现在都做了统一的替换 然后第二个不同是因为工程造价改革工作方案 就这个38号取消了最高投标限价按定额计价的规定 那这个内容我们在第二章再讲解 最高投标限价和投标报价编制依据的时候已经介绍过了 那逐步停止发布预算定额的要求 原来最高投标限价还有招标工程项清单都依据计价定额来编 现在都统一调整了 依据计价标准 那目前还在一个过度的阶段 取消按照预算定额编制的规定 那后续要按照市场化的造价信息来编制最高投标限价 现在造价信息还没有施工 十分完善 所以目前还是一个过度阶段 最高投标信价编制依据 还是要根据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 计价依据标准办法 还有市场化的造价信息 混合作为编制依据 另外在招标人编制最高投标限价 分部分向工程综合单价编制步骤也有修订 第三个是投标人编制投标报价的编制依据 编制过程有修订 然后最后一个是关于工程总成包这里的变化 哪里变动了 后续在讲义当中课程当中 我都会体现一个辫子告达修订了 如果是老考生注意下变化的地方 那新考生呢 我们就直接按照正常的内容去学习 去记忆就好 在第四章标题下方有一段文字 这段文字当中啊 隐含了一个考点 那要求大家掌握不同的发承包方式 签约合同价如何来确定呢 按照招投标法相关的内容 那我们就工程在相应的范围内达到一定的规模标准 就必须通过招标的方式来确定施工单位 那如果是通过招标发包的确定施工单位 签约合同价就是投标人的重标价 那如果直接发包 直接发包的签约合同价该如何确定呢 我们要分为两个阶段 如果是初步设计完成之后 就招标来确定施工单位 那初步设计是编制的初步设计总概算 总概算对应的是建设项目总投资 那我们不能以总投资作为签约合同价 此时考点就在这 如果是初步设计总概算 投资包干的 那签约合同价是经审批的概算投资当中 与承包内容相应部分的投资 由于初步设计阶段 那编制的总概算也是概略投资 不是对工程造价准确的计算 所以此时签约合同价当中 我们要考虑应对那些不可预见的 要包括相应的不可预见费 这里既准确是与承包内容相应部分的投资 而不单纯的指建筑安装工程费或工程费用 那样都不如这样阐述更严谨 然后第二种情况是 施工图设计完成之后来确定施工单位 那此时的签约合同价就是审查后的施工总预算或综合预算 那这里为什么不像初步设计总概算那里相应内容呢 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在教材第三章讲施工图预算 施工图预算呢 发包人也要编制 施工单位也要编制 那发包人编制的总预算 就是建设项目总投资 而承包人编制的 那仅仅是他所承包合同内容对应部分的投资了 那我们这里所指的审查后的施工图总预算或综合预算 就是施工单位所编制的这个 下面我们来看18年的这道单选题 直接发包项目如按初步设计总概算投资包干 7签约合同价应该以谁为准 A经审批的概算投资总额 B经审批的概算投资相应对应的建筑安装费用 C经审批的概算投资当中与承包内容相对应部分的投资 D经审批的概算投资当中相对应的工程费用 哪个是阐述最严谨的 正确答案我们要选择的是C选项 那考不考虑不可预见费呢 需要考虑 下面我们来讲解第四章的第一节 招标工程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的编制 这一节包括三个知识点 第一个招标文件的组成内容还有编制要求 第二个招标工程样清单的编制 第三个最高投标限价的编制 考试初题呢是六分四个单项选择题 一个多项选择题 在这三个知识点当中 大家来看考情 哪个这两年初题分支比较多呀 都是招标工程样清单的编制 关于工程样清单的组成 在教材第二章我们第二节详细讲解过 有很多内容和这里都是一样的 那在这一节我们重点学习的是 在第二章没有介绍过的 在这我们重点来记忆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知识点 招标文件的组成内容及编制要求 谁来编呀 招标人有能力可以自己编 也可以委托咨询机构来编制 由招标人来发布 那它的作用呢 招标文件的作用 投标人购买招标文件 依据招标文件来编制 投标文件 另外 确定中标人之后 招标人和中标人签订合同 也要依据招标文件 所以招标文件 它对招标工作 以及发承包双方都具有约束力 所以招标文件的编制和内容 一定要符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 在这里大家要记住 招标文件对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 下面我们来学习 施工招标文件的编制内容 一共包括这九项 我们重点把握前两项 第一个是招标公告 或投标邀请书 招标公告是招标人发布 这个项目的招标信息 介绍招标单位招标项目 来吸引投标人进行投标的 它是一个周知性的文件 投标人须知呢 是招标人所规定的 投标人要注意的事项 比如说投标的时间 投标文件的组成 是否需要提交投标保证金 后面的评标办法 合同条款及格式 供谁样清单图纸 技术标准和要求 这几项内容 是对投标人编制投标报价 有直接影响的 比如说 根据招标公告清单 投标人来编制 分不分项工程的综合单价 那图纸是来算量的 合同条款当中呢 会明确双方的责任与义务 那责任义务就对应着 双方各自承担的风险 那这些风险都要考虑在报价里面 还有评标办法 不同的评标办法 对于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 也是有影响的 另外 技术标准和要求 必须按照招标人明确的 在施工方法材料设备等方面的 技术要求来编制报价 然后接下来 必须按照 招标人明确的投标文件呢 格式来编制投标文件 这样可以有助于后面 评标工作的效率 简单介绍之后 下面我们逐一来讲解 先来看第一个 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 我们这里讲的都是公开招标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 要提示大家注意 我们这里的投标邀请书啊 它不是邀请招标当中的 招标人直接向投标人发的这个邀请书 招标人发布我们这个项目的招标信息呢 我们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不进行资格预审 另外一种是先进行资格审查 如果不进行资格预审 招标人呢 就在国家级的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或者项目所在地的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来发布我们招标项目的信息 那潜在投标人看到招标公告 认为自己符合招标公告当中的资格条件 就可以按照招标公告当中 所介绍的招标文件获取的方式去购买招标文件了 那购买完招标文件 编制了投标文件 再按照相应的公告当中明确的投标文件递交的规定 送达到招标人指定的地点 那一定要在投标截止之前送达 那这里大家要掌握的是 不进行资格预审招标文件包含的是什么 是招标公告 如果进行资格预审呢 首先招标人是先发布资格预审公告 潜在投标人看到资格预审公告 认为我够参加这项目投标的资格条件 先来参加资格审查 只有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 才有资格购买招标文件 那此时在招标文件当中包含投标邀请书 它的用途啊 相当于资格预审通过的通知书 所以这里考试出题 就是让大家来判断 进行资格预审和不进资格预审 招标文件包含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另外还要知道招标公告呢 会包括招标文件的获取和投标文件的递交 第二个内容是投标人须知 投标人须知对于投标人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必须认真研究投标人须知 按照投标人须知当中规定的内容 规定的要求去编制投标文件 投标人须知的组成呢 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证文 另外一个是投标人须知前复标 证文呢 是标准文本 招标人可以直接引用 不需要单独来编制 而针对本项的一些情况 在证文当中没有阐述的 再通过投标人须知前复表进行明确 所以投标人须知前复表 它是根据项目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而编制的 要掌握证文和投标人须知前复表 之间的关系 两个关键词 第一个务必 第二个不得 务必与招标文件其他章节相衔接 不得与证文抵触 如果有抵触 抵触的内容是无效的 下面我们来看 投标人须知内容比较多 一共包括这十项内容 第一个是总则 总则呢 是对我们招标项目的情况 方方面面做一个介绍 比如项目概况 以及招标人的资金来源 落实情况 还要说明招标范围 工期质量要求描述 以及对投标人资格的要求 招标文件发售之后 那招标人要组织所有投标人进行现场踏刊 了解施工现场情况 现场踏刊之后 招标人要组织投标预备会 那如果踏刊当中 以及投标人购买招标文件之后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 投标预备会上向招标人提出来 在总则当中还会包括 对分包的处理 以及偏离问题的处理 这个偏离呢 分为正偏离和负偏离 如果是优于招标文件的要求 就属于正偏离 还有低于招标文件的要求是负偏离 那这些情况在总则当中都会做介绍 总则结束之后 接下来是对招标文件 需要投标人须知哪些内容 招标文件的构成 以及招标文件发售之后 那招标人对招标文件澄清修改的规定 介绍完招标文件 再来说一说 对投标文件有哪些要求 组成编制要求 以及如果招标人要求 投标人提交投标保证金 那一定在投标人须知当中就明确了 如果招标人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 而投标人没有提交那投标文件是要被作为废标被否决的 也会明确投标有效期 另外是否允许 投标人提交备选方案也是在投标人须知当中来明确的 如果不允许那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当中有两个投标报价 那这种情况下投标文件也是非标 还有明确投标文件编制所遵循的格式要求 接下来是投标了 投标这里会明确投标文件必须要是密封的 做好怎样的标识以及递交的有关规定 在这儿要求大家掌握的是投标准备时间 在投标人须知当中会明确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的投标准备时间 要掌握他计算的起点和终点以及最短的时间要求 投标准备时间是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 那招标文件发出 投标人收到招标文件之后就可以开始编制他的投标文件了 然后一直到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 最短不得少于20天 如果是电子招投标 电子招投标就节省了去购买招标文件 以及递交投标文件这个路途上的时间了 那可以提高我们投标这个效率 所以电子招投标在线提交投标文件的投标好效期 最短不少于10日 这是投标这里的一个重点 多好标记是要求大家掌握的 然后开标呢会明确开标的时间地点和程序 接下来评标 在投标上续之当中 不能说明评标委员会名单 因为评标委员会名单 在中标结果确定前都是保密的 要介绍的是评标委员会的组建方法 比如说技术经济方面的专家 各是多少人啊 这个是可以说明的 但是你不能说明专家都是谁 以及还会说明评标的原则 采取的评标办法 一定要记住 不包括评标委员会名单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之后 那要确定中标候选人 那招标人再来确定中标人 中标确定了 那双方就要签合同 所以在合同授予当中会包括中标通知书发出的时间 以及是否要求承包人提交履约担保签订合同的期限 在投标人序理当中还会明确 什么样的情况下重新招标或是不再招标的情况 就介绍到这里 第三个是评标办法 评标办法分为两种 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还有综合评估法 我们后面会详细讲解这两种方法 如何确定中标候选人 这两个评标的办法 一定要在招标文件当中明确 因为不同的评标方法 会影响投标人投标报价的编制 合同条款及格式 通用条款 专用条款 以及合同附件的格式 合同条款所明确的 就是双方的责任与义务 那责任越大 所面临的风险也会越多 那这些都要考虑在自己的报价里面 第五个是工程量清单 如果是国有资金投资的项目 必须采用清单计价 招标人的招标文件当中 就要包括招标工程量清单 招标人就需要依据 招标工程量清单编制 最高投标限价 这里的考点是 最高投标限价 什么时候公布 只要招标文件开始发出 它就公开了 不是保密的 题目经常会说 开标时公布最高投标限价 错了 按规定应编制最高投标限价的 应在招标时就一并公布了 在招标文件当中 还要求有满足 投标人编制投标报价 所需要的详细的图纸 第七个 技术标准和要求 这是指招标人在材料设备 施工安装方法等方面明确的技术要求 有的也会包括在检验实验方面的技术要求 这些技术要求呢 一定要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但是 在招标文件当中 不能指定特定限定项的专利商标 生产供应者也不能去含有一些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内容 因为我们招投标的原则就是公开公平公正 招标人对待所有投标人的要求标准应该是一致 所以不存在有指定限定含排斥投标人的情况 如果必须引用某一生产厂商 它的技术标准我们才能很准确的说明项目的技术标准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应当在参照后面加上一个或相当于的字样 如果要求有提供其他材料 规定的其他材料需要其他材料 在哪里予以规定 就是在投标人须知潜负表当中来规定了 好了 招标文件的组成我们就讲到这 来看2017年的这道单选题 根据标准施工招标文件 进行了资格预审的施工招标文件应包括什么 A招标公告 不进行资格预审 才是包括招标公告呢 所以A不选 B投标资格条件 投标资格条件的是 如果先进行资格审查经资格预审 在资格预审公告当中会体现投标资格条件 所以B也不对 正确答案选C 进行资格预审 招标文件包括投标邀请书 就相当于资格预审通过的通知书 D评标委员会名单 在中标结果确定前都是保密的 答案选C 再来看14年这道题 在招标投标过程当中 再明招标文件获取的方式应该是 A招标公告 B资格预审公告 C招标文件 D投标文件 我们不可能在招标文件当中说招标文件怎么获取 是不是 那永远都不知道怎么获取了 也不会在投标文件里 正确答案选A 招标人发布招标公告 那潜在投标人想参加这个项目的投标 他接下来就是要购买招标文件 所以在招标文件当中就会说明 招标文件的获取投标文件的递交 而资格预审公告呢 他所体现的是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招标人发布资格预审公告 先进行资格审查 投标人想参加资格审查 就按照资格预审公告当中 获取资格预审文件的方式去获取预审文件了 然后来编制自己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再来看13年的这道多选题 关于施工招标文件下列说法当中正确的有 A招标文件应包括你签合同的主要条款 对不对正确 通用条款专用条款 B当进行资格预审时 招标文件当中应包括投标邀请书 已经练过了正确 B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 至起至投标截止至最短不得少于15天 是多少天呀 投标准备时间最短不得少于20天 D选项 招标文件不得说明评标委员会的组建方法 要说明评标委员会的组建方法 不说明的是什么 评标委员会的名单 E招标文件当中要明确评标方法完全正确 答案选ABE 再来看招标文件的澄清和修改 澄清是指投标人购买了招标文件 他发现招标文件比如缺页或者是附件 有也不完整 那投标人呢 可以向招标人提出 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以什么样的形式 要求招标人对招标文件做澄清呢 一定是书面形式 什么样的形式是书面形式呢 信函电报传真 这些有形的表现所在内容的 都是书面形式 所以当大家大家做题的时候看到信函电报传真 要知道这些就是书面形式了 招标人 收到了投标人 以书面形式要求他对招标文件的澄清 那招标人澄清的内容注意 一定要发给所有购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 并不是谁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他告诉谁将澄清的内容通知谁 是通知所有投标人 但是不能指明澄清问题的来源 如果指明来源就泄露投标人信息了 招标人澄清的内容是发给所有投标人 那每一个投标人收到澄清内容之后 注意一定要确认自己收到了 确认的方式 也是在规定时间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招标人 确认我收到了 那这个规定时间呢 有两种时间 一个时间呢 是相对的时间 一个是绝对 怎么理解 比如说 投标人收到了招标人澄清的通知之后 12小时之内进行确认 这就是相对的时间 绝对的时间呢 是某年某月某日某个时间之前进行确认 这就是绝对的时间 两种都行 这是澄清 是投标人发现有问题 要求招标人做澄清 如果招标文件发售之后 招标人自己发现有错误有问题 那招标人可以对招标文件经修改 无论是澄清和修改的时间 都应该是在投标截止15天之前 招标人发出澄清修改的通知 如果澄清修改的通知 发出的时间距离投标截止时间不足15天了 这个时候 招标人要延长投标截止时间 要至少至少给投标人有15天的时间 根据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 来调整他的投标文件 好了 下面我们来回忆一个知识点 投标准备时间从哪里开始算 招标文件开始发出到投标截止 不得短于20天 那在这20天当中啊 其中就包括了 招标文件发售 5天 那如果投标准备时间就是20天 扣除掉招标文件发售 不得少于5天 大家来看 留给投标人 编制投标文件的最少时间 是不是也是15天呀 所以这里要求大家掌握15天 是一个数字时间的考点 来看20年的这条单选题 关于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文件 下来说法正确的是 A 工程量清单不是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是不是 如果国有资金投资的项目 必须采用清单计价 那清单就一定是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所以A错了 B 由招标人编制的招标文件 只对投标人具有约束力 是吗 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 C 招标项目的技术要求 可以不在招标文件当中描述 我们前面讲招标文件当中 有没有技术标准和要求 有 D 招标人可以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 进行必要的修改 这个是正确的 所以选择D选项 当大家做题的时候 看到这样特别绝对的描述 纸或紧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往往都是给我们挖的一个坑 一个小陷阱 再来看18年的这道单选题 关于施工招标文件的疑问和澄清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投标人可以口头方式提出疑问 错了 一定是书面形式的 B 投标人不得在投标截止前的15天内提出疑问 可不可以 可以 只要在规定时间内 那这个规定时间呢 在投标续制当中会明确 C 投标人收到澄清后的确认时间 应按绝对时间设置 对吗 绝对相对 都可以 D 招标文件的书面澄清 应发给所有投标人 这个是正确的 选D选项 再来看13年的单选题 关于招标文件的澄清 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A 投标人应以信函电报等可以有形的表现所在内容的形式向招标人提出疑问 一定是书面形式 那像 信函电报这些就属于书面形式 所以A选项是正确的 不选 本题让我们选择是错误的 B 招标文件的澄清应发给所有投标人并指明澄清澄清问题的来源 这是错了 不能指明澄清问题的来源 C 澄清发出的时间距投标截止日不足15天的 应推迟投标截止时间 对不对 这个是正确的 D 投标人收到澄清 到确认时间可以是相对时间也可以是绝对时间 这个是正确的答案选择的是错的选B选项